《雅各書》第一章第二節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事年中,都要以為大喜樂》 我們仍然在研究這個課題 到了2012年,我們如何使用我們的缺點更快的改正呢? 就像我所說的,第一,你要正視你的缺點 讓這個盲點不可以是盲點 因為有些人將盲點變成核眼,選擇性的核眼 你說我的錯處,我當你死過 我會懷疑你的動機,我會挑戰你的純存正直 我會直接造謠去捏造,使得你沒有好過 因為你醒了我會痛 但我們看到,原來在我們人生中 我們可以有另一個選擇 其實我們可以主動的 記得我所說的昨天的概念 是在一個極之優美的信仰之下 以及極之有腦有策略的人之下 其實在人生中,他會這樣做 他會使自己成為一個積極的人 使自己能夠勇於面對自己的缺點和瑕疵的情況下 還要將他變成一個愉快的經歷 你會發現這些人就真的厲害了 真的厲害了 如果這個人在商界,他會賺錢氣氣 如果這個人在教會界,他會是一個熟靈偉人 如果這個人在運動界,他會是一個運動健將 明白我在說什麼 因為他將自己的缺點,自己的弱點 變成一個愉快的經歷 可以說樂此不疲 問題是這個世界是否充滿這個人呢 事實上在我侍奉的27年裡 我可以說絕對是千宗無一的 第一,肯誠實面對自己的人是少的 最大部分就是你提到他的缺點,他會跟你拼命 而實際上有些部分在短時間肯這樣做 但久了他會覺得你折磨他的源頭 因為你幫他誠實面對自己 矯正他的缺點 他寧願跟你死過 因為他始終會一次你扭起他的過錯 要他糾正,要他改變 無論他的罪,他的軟弱,他都會痛 所以這個世界其實是極之少的人 起碼在我侍奉的27年裡所說的 可以說是絕對千宗無一的 絕對的,千宗無一 是能夠懂得將自己在自己的缺點,弱點當中 將他變成一個愉快的經歷去糾正他 結果是怎樣呢? 結果就是這樣 結果呢 神就一定會讓我們人生當中面對磨練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被迫的時候 就好像一個人他讀書的時候 他就不努力 輸到用時就方行少 但在這個試煉當中 這樣就會 試煉越悲慘,那個人越求全的話 在這個試煉當中的時候 有些人會焚發的 我都是說有些 但問題是 這種有些的現象 起碼比 我之前說 是懂得落在其中 懂得自己製造愉快的信仰經歷 製造愉快的 正視自己的盲點 這些人都比較多 這些大約是每一百個 都有一兩個人 就是在極大的磨練當中 終於他想清楚了 他終於奮發了 明白嗎? 所以你要看到 現在你就明白 有很多時候 我曾經跟大家分享過 世界上最好的教師 其實 絕對不是磨練 其實是聖靈 但是 只有 在我這麼多年當中 一千個的基督徒當中 只有一個 是真的讓聖靈 成為最好的教師 另外 999個 他都要迫 神用試煉和試驗 成為他最好的磨練和教師 實際上 很多人 真的 不在聖靈 大靈底下 一日千里 他是在試煉 試驗當中 被動的 在磨練當中 去長順 實際上 你會看到一些人 無論是 對健康的認識 對真理的認識 對很多東西 比如我自己舉個例子 我都用過 就是 讀書 在學校的時候 不努力讀書 出來的時候 在社會打滾的時候 發覺不行 有些人就因為 發反途強 自己去讀野校 但是竟然因為這樣 而成才 原來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都是 無論你 什麼學科都好 什麼的才能都好 無論那樣是音樂 無論那樣是數學 英文 體能 甚至是聖經都好 磨練的時候的進步 是比安逸的時候 是進步快十倍的 記住我這一句說話 磨練的時候的進步 比我們安逸冷散的時候的進步 是快十倍的 所以很多不願意 在安逸當中 有意可聽 就應當聽的基徒 神會用七年大災難養他們 在信仰裡面快十倍 明白我在說什麼 為什麼2012年我們要被提 我們想被提的話 我們就要勇於承認這個事實 這個事實 為什麼神明明 可以一下子毀滅世界 但是為什麼它會有七年的時間 它可以毀滅鎖都脈 按摩 在一夜之間 它可以毀滅全世界 用洪水的 它可以用四十周夜就搞定 但是為什麼在末後日子的時候 它用七年呢 而七年裡面 在啟述講 有這麼多基督徒裡面的交接 這麼多基督徒在信仰上面的 爭戰和磨練 為什麼呢 因為仍然是那句 在磨練裡面 我們的進步是 比安逸快十倍的 甚至比最後機會很多基督徒 他們不懂得主動的去磨練自己 不懂得主動的去把他們面對自己的 決點弱點 或者別人鞭策他們的時候 變成一個愉快的經歷 神就讓他在被動當中 去被鞭策 被動當中去磨練 讓他這樣得回 他自己救恩裡面的一些價值 建立一些果子 但是 不是這樣 他們就這樣被動面對就可以了 就好像很多人們出來社會 不是他們出來社會 面對波折 面對別人的打碼 面對失敗 在他的學業和才能 不如人的情況下 都一定發粉圖強的 十個才得 一個或者一百個當中 才得幾個 發粉圖強 然後成才 OK 發粉的仍然可能十個有一個 但是發粉圖成才 成功的話 就一百個才得幾個 明白嗎 所以那些一定要被動 讓神已經收回聖靈 讓磨練去 讓他們經歷神的刁剌的人 這一節經文就是一個教導 在磨練當中 看那樣成為一個大喜樂 明白嗎 你已經不懂得主動做 那被動可不可以做呢 所以這一點 啞國書已經是說 被動 神要擺磨練在你的生命當中 而你都不懂得在那裡有大喜樂的話 其實這個就真的非常之 final 神都會放棄這個人 明白嗎 為什麼 因為在磨練當中 如果我們 真的苦過弟弟地度過的話 這個磨練 你不會學到任何東西 你也不會有任何的進步 但唯獨在這個磨練當中 你還肯急起直追的話 換句話說 在磨練當中 他一直說不是奮法 他說在磨練當中 你若樂在百般的試練當中 是要以為大喜樂的方式 現在你明白 我所說的這個意思 而事實上 看到就是為什麼 在末日子神讓 他的教會先被提 然後剩下這些 可以說 易打錄的基督徒 剩下這段時間 他既然在安日當中 他不懂得去做好自己的話 不斷地 好像駝鳥那樣 主未回來 未來回來 不可能 不要叫我預備 不要叫我行真理 七年大災難的時候 他要在磨練當中 去聽熟這些真理 去應用這些真理 而並且他還要在那個苦難磨練當中 要看為大喜樂 他才能夠合格 賈國書第一章第二節 我的弟兄們 你們樂在百般試念中 都要以為大喜樂 把心靜地歸磨完 神啊我心需要你 讀你令心奉起 今早到你都沒痛悲 如有孤單送知 但我仍持著真理 心信求那会舍弃 前往遗路 我始终紧贴你 仲经风雨 未潮水未逃避 我心里需要你 如创伤不放弃 你的真理与我生未忘记